美近党第二十屆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17号登场 现场除了细数执政成绩分享重大政策成果外 也感谢医护及行政团队展现大团结的气势 开幕式压轴更一一唱名2022年各县市长参选人上台 一次排开气势磅礴 总统蔡英文也在致辞时强调将会继续2018年的教训 这次做了充足的准备 2018年的地方选举对民进党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这一次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拿出最好的政绩提出最强的候选人 就是要赢得人民最大的支持 民进党最高权力核心中常会改组 牵动着2024总统大选的布局 全代会结束后的晚间中职委及装评委的改选结果出炉 此次中职委共有35人角逐30席 而中职委中投票选出10席中常委 当选名单中新系人士最大赢家 拿下三席分别是林俊宪、陈世凯和许淑华 另外青睐人马林郡县陈世凯也闯进中常委 被外界视为是对副总统赖清德问鼎2024总统大选的布局 警官党内表示赖副总统介入的情况不深 但两年一度的党职改选在中职评委任内期间 将处理2024总统及立委提名 党内不同派系一间的竞争 权力核心的一举一动也都将备受关注 原期新闻给我们迪弗罗万台北市采访报道